包间里哄笑声不断 傅明点燃香烟吞吐 一脸堵定 嘴角还残留着刺眼的口红印 沈其脸颊飞红 咬唇娇称 谁设的大冒险 真是太坏了 下次我要选真心话 说完 还不忘朝傅明怀里靠了靠 傅明摸了摸他的头 眼里全是宠溺的笑意 两人旁若无人打情骂俏 根本没把朋友的劝说放在心上 我提着蛋糕站在门外 双腿好似惯了签 手机震动 是傅明的电话 刚按下接听键 他不耐烦的声音传了出来 蛋糕怎么还没送来 乌龟都比你快 沈其在旁假装劝道 明哥哥 我的生日不一定需要蛋糕 你别为了我和生生姐争吵 前些天傅明说妹妹生日快到了 让我做一款国风翻糖人偶蛋糕 你的手最巧 别人做的他不喜欢 我熬了好几个大夜 更是亲自冒着大雨送来 可等着我的 却是这样刺眼的一幕 我挂断电话转身离开 把蛋糕随手扔进了垃圾桶 有人听见动静移了一声 好像是嫂子 傅哥 你还不快去追 傅明点焉的手顿了顿 随即猛吸一口 别管他 一句重话都说不得 真是被灌出公主病了 我以为自己会伤心难过 可内心竟是前所未有的平静 追在傅明身后七年 我真的太累了 夜半时分 一身酒气的傅明终于回来了 他打开卧室的灯 将包扔了过来 提前送你的生日礼物 难买得很 沈其刚发的朋友圈 明哥哥送了两个包 我留哪个好呢 他挑剩下的包 成了我的生日礼物 我表情淡淡道谢 随手将包放在了一旁 傅明正了正 紧皱着眉一脸不耐烦 你又在闹什么脾气 收个包还白脸 我上辈子欠你的 离得太近 他身上沾染的香水味 黏腻地让人想吐 我忍住上冲的恶心 冷然开口 傅明 我看见了 看见什么 他全了全手指 却还是故作镇定 我嘲讽一笑 看见你和沈其激情热吻 难舍难分 若换作从前 我一定歇斯底里像个泼妇 可现在的我 在日复一日的伤害中 彻底死心了 意料之中 傅明解释只是游戏 让我不要误会 我冷冷发笑 打开了沈其 仅我可见的朋友圈 灯坏了不怕 有免费的 维修工上门服务 包做饭那种 那天 傅明约了我看电影 我从开场等到结束 他一直没来 末了 用加班太忙 搪塞过去 某人又是煮浆茶 又是给我吹头发 我不就是淋了点雨吗 那天全程暴雨 说好接我下班的傅明 半路掉头 我临城落汤机回家 高烧了整整一夜 而我的老公 却在别的女人面前献殷勤 我问 傅明 这些也都是游戏吗 我总是奢望 他会回心转意 给了他一次又一次机会 可是时间改变不了一切 失望只会日渐堆积 看着傅明逐渐慌乱的脸 我将你好的离婚协议书 递了过去 傅明 我们离婚吧 傅明将离婚协议书 揉成一团 扔进了垃圾桶 他服额叹了口气 沈其是孤儿 我才多照顾了一些 你为什么总要和一个小丫头计较 比我只小了两岁的小丫头 我忍住恶心 一字一句 离了婚 你就不用偷偷摸摸照顾小丫头了 他也不用发紧我可见的朋友圈 宣示主权 傅明见我执意离婚 面色沉了下来 他点了支烟 从喉间挤出一丝倾笑 你奶奶每月都需要昂贵的医疗费 这比钱离了婚女负担得起吗 作为妻子要大度点 哪一个成功男人不是左右右抱 用奶奶威胁我 她的良心被狗吃了 我胸腔憋闷的难受 带着哭腔吼道 奶奶是因为救你 才会瘫痪在床 你说过会负担所有的费用 烟雾缭绕中 傅明勾了勾唇 语气稍缓 却字字威胁 你我婚姻继续 我保证会负责到底 林生 我若是你 就会一直装聋作哑 我气得太阳穴突突直跳 仰手狠狠扇了过去 傅明 你混蛋 她额上青筋突起 一把拽住我的手腕 用力将我推倒在床 别试图挑战我的底线 见好就收 是做妻子的本分 你以为自己还是十八九岁的少女 离了婚友人抢了腰 赤光灯下 她脱衣服了上来 任由我踢打撕咬 她依旧我行我素 强迫我履行妻子的义务 乖顺点 你奶奶在疗养院 才能住得舒坦一些 我放弃抵抗 偏头双眼 无神望向窗外 她意乱情迷间 吻着我的锁骨哑然道 生生 她们不过是无聊时寂寞的消遣 你永远都是我心中的第一位 生生 给我生个孩子吧 像你一样漂亮的女儿 我充耳不闻 紧咬下唇 不让自己发出一点声音 光运晃了近一个小时才停 我拖着疲惫的身体走进浴室 皮肤洗刷到泛红出血才停手 实在是太恶心了 这段畸形的婚姻 早就烂到了根里 我爱的人 终究还是在时光中走散了 和复明的相遇 是她最窘迫的时候 我拿着饮料回座时 恰好撞见她捡我吃剩的餐盘 她脸胀得通红 嘴里塞着米饭 磕磕绊绊解释 对不起 多 多少钱 我 赔 你 她手足无措站在原地 尴尬的仿佛想找个地洞钻进去 可是搜遍全身 只有一张皱巴巴的五角 我接过钱 给她加了个菜 以后我供你饭 给你提成 你帮我拉客源 送蛋糕上门 复明文言一个劲点头 微红的眼眶逐渐湿润 我的心像是被一击击中 酸软到无以复加 复明爸爸治病 花光了所有积蓄 更是欠了巨额外债 他本想饱餐一顿后 一死了之 是我将他从悬崖边拉了回来 在复明的运作下 我的私房蛋糕见受欢迎 他也开始显露出 非凡的商业头脑 我们朝夕相伴 自然而然走到了一起 我日夜不眠做甜品赚钱 更是将所有的积蓄 都交给复明 创业研发新项目 无数个应酬归来的夜晚 他总会将我抱在怀里 一再保证 生生 我会对你好一辈子 等我有钱了 你就安心当阔太太 美容旅游享受生活 那时的承诺是真的 爱也是真的 后来复明功成名就 身边的阴艳艳 如过江之际 他照承诺娶了我 可心里却不仅仅只有我 现在有沈琪 以后还会有别的女人 是当初的我太傻 竟然认为 复明可以托付终生 既然打定主意离婚 我总要为自己和奶奶 留条后路 我重操就业 开了间甜品店 刚营业不久 店里就接到了一笔大订单 是当红明星顾尘艺 订购的下午茶 他是我少时的邻居弟弟 撞见复明和沈琪热吻那天 我开车回家时 失神撞上了顾尘艺的车 他还是和儿时一样 笑容灿烂 换我姐姐 他主动加了我的微信 约好空闲时去探望奶奶 我暗时将几百份下午茶 送到了指定地点 没想到沈琪也在 他穿着工装打扮精致 坐在大厅瞧手以盼 见我落座 神色鄙夷 你把甜品放在前台就可以走了 一直坐在这 难不成想顾尘艺亲自接待你不成 只要傅明不在 沈琪对我永远是充满敌意的 我没有搭理 给顾尘艺发了个微信 我在大厅 麻烦你出来一下 被忽视的沈琪敲了敲桌子 朝我翻了个白眼 有时候我还真佩服你 我和傅明的关系你心知肚明 怎么就还能忍着恶心不离婚 我是奶奶养大的 东西坏了 第一时间想的是好好修补 而不是胡乱丢弃 但如果是一修再修的坏东西 就不值得留着占地了 我抬眸一字一句 我已经和傅明提出离婚了 如果你不想永远当被人唾弃的小三 就说服他尽快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 沈琪 傅明说你只是他寂寞时的消遣 我倒想看看是不是真的 沈琪攥紧双拳 食指泛白 他哽着脖子 气鼓鼓道 你们感情早就破裂 傅明说我的出现是他暗淡生活里的光 你才是无聊时的替代品 我真是气笑了 琪比我更傻 傻到相信已婚男人的嘴 脚步声响起 方才还一脸怒火的沈琪立马变了脸 他笑意盈盈起身 热情打着招呼 顾晨一你好 我代表施华品牌来取出界的珠宝 顾晨一表情淡淡点头 示意经纪人对接 随即朝我灿然一笑 姐姐 进去坐坐 沈琪笑容将在唇间 看向我的眼底闪过一丝度意 我将特意做的低卡糖点心递了过去 借口有事拒绝了邀请 顾晨一有些失落 转瞬之间又扬起了笑意 姐姐 我送你上车 末了 还不忘咬一口点心夸赞 真好吃 入口即化 全程都被忽视的沈琪紧咬下唇 脸黑得像锅底 电梯上 顾晨一戴着鸭舌帽 口罩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 即便如此 他还是执意送我去了车库 姐姐别动 你头上好像有个东西 我停住脚步 疑惑看向顾晨一 下一秒 他伸手过来 便戏法般拿出两张话剧票 我参演的剧目 有空的话带奶奶去看看 离得太近 顾晨一灼热的气息喷洒在额前 我不由得脸颊发烫 我后退一步 刚开口道谢 带着怒火的咆哮声直冲天灵盖 铃声 我说你为什么着急离婚 原来是外面有人了 傅明扫了顾晨一眼 带着不谢 遮得这么严实 是不是长得太丑 见不得人 顾晨一将我护在身后 不甘示弱回对 你嘴巴放干净点 自己婚内出轨 就以为别人都和你一样不知羞耻 原来他是听见了沈其说的话 才会对品牌方代表如此冷淡 傅明气的火冒三丈 不由分说朝着顾晨一就是一拳 在我的惊呼声中 两人剑拔弩张 竟赤手空拳动起手来 口罩掉落 脸上挂彩的傅明 瞪大了双眼 带着舌头 小顾总 怎么是你 小顾总 顾晨一察觉出我的疑惑 他凑到我耳边低语 我妈带我回了顾家 商界大亨顾廷称 是我爸 我惊诧不已 可更多的是替顾晨一感到高兴 他被骂了那么多年的野种 终于有了家 有了爸妈 傅明憋着一口气 用眼神示意我和顾晨一保持距离 他仿佛在说 林生你是有夫之妇 和别的男人交头劲 像什么样子 我别过眼 不去看他 傅明咬牙低声道 林生 还不赶紧到我身边来 顾晨一瞥了他一眼 转头看向我 他这么一弩 对你动过手吗 他拳头紧握 上面还残留丝丝血迹 好像只要我点头 他立刻就会将傅明 按在地上暴打一顿 顾晨一是公众人物 此事若是闹大 对他的形象不利 我快速摇头否认 顾晨一见状松了口气 顾晨一冷冷开口 傅总 你这样的品行 很难不让人怀疑 你经营公司的能力 我会让爸爸慎重考虑 对贵公司的投资 傅明近来春风得意 很大一部分 是因为新项目 拉到了一笔不菲的投资 他慌得不成样子 额上满是戏汉 竟然大咧咧让我替他说话 我讥讽出声 你刚才恨不得把顾晨一吃了 现在又舔着脸讨好 傅明 你这变脸速度 没成为当红演员 真是屈才了 傅明被噎得说不出话 半想才急忙辩解 我是被极度冲昏了头 才会伤了小顾总 生生 要怪就怪我太在乎你了 他对我不是爱 也不是在乎 不过是看到 有人将我护在身后 对所有物产生了 强烈的占有欲 傅明话还未说完 就被不耐烦听的 顾晨一打断了 他替我打开车门 催促我赶紧离开 姐姐 和这种人 还有什么好说的 别浪费时间了 顾晨一对傅明的厌恶 毫不掩饰 透过车窗 我看见傅明暗淡无光的眼神 嘴角正犯着苦笑 我踩下油门 扬长而去 经过傅明的黑车时 沈其降下车窗面沉如水 看着我 我心下了然 傅明突然出现在这 不是特意等我 是来给沈其当专职司机了 当日傍晚 顾晨一打架一事上了热搜 照片里的他眼神凶狠 将我护在身后 和荧幕上温凉的模样 盼若两人 醒目的标题充满火药味 当红男明星为爱大打出手 对方竟是有夫之妇 狂热粉丝一份填膺 一边为顾晨一正名 一边开帖辱骂我 有夫之妇还来勾搭我家哥哥 不知廉耻 进猪笼 必须进猪笼 哥哥 你糊涂啊 气愤的粉丝 扒出了我的身份和工作地点 一条条恶评 从微博涌到了店铺小程序上 他们大批量订购甜品 又零期退单 组团在各大售卖平台刷差评 寄来的整股包裹堆成衫 不是死老鼠 就是带血的人偶 拆见的店员被吓得哇哇大叫 生意一落千丈 更有怒气上头的粉丝 冲到店里闹事 指着我的鼻子痛嘛 不守复道的狐狸精 离我家哥哥远点 带着奶油的蛋糕 呼了我一脸 我家在中间被众人推散 狼狈不堪 助手 顾承意拨开人群 将我拉出来 护在身后 他没有全副武装 十分坦然 面对着粉丝和媒体的镜头 你们还要 闹到什么时候 顾承意的怒吼声 让躁动的粉丝 立刻进了声 他转头朝我拘了躬 眼底满是歉意 生生姐 对不起 给你添麻烦了 蛋糕店被粉丝 围了一圈又一圈 面对镜头 顾承意澄清了我 和他之间的关系 如果没有生生姐 我早就饿死了 薛阿姨带着顾承意 搬到隔壁时 他才七岁 个子不高 经常点着脚 摘院里的酸性 薛阿姨要赚钱 常常不在家 顾承意除了饿肚子 还总是被人追着骂野种 我撞见几次 就逮着一众小孩子 教训几次 久而久之 顾承意成了我的小尾巴 奶奶见他可怜 常常留他吃饭 这一吃 就是八年 直到我带着奶奶 离开了县城 提及往事 我难免红了眼眶 顾承意如今 也算是苦尽甘来了 生生姐的老公 不分清红皂白 对我大打出手 我是出于自卫还手 他面对粉丝 诚恳鞠躬 人常怀感恩之心 才能走得长久 请星辰们擦亮眼睛 不要被人利用了 一番话说下来 让不少粉丝红了眼 直播公屏上 更有网友刷屏向我道歉 他们也是被人带了节奏 躲在后面的人 才是真的可恶 部分粉丝自发替我扶起货架 整理好售卖甜品 一场闹剧 由顾承意出面而止 人潮退去 顾承意替我擦拭着头上奶油 他动作小心翼翼 黑漆漆的眼里盛满了温柔 指腹触碰到脸颊 汤的人心跳轰鸣 我轻咳一声 拿过毛巾 自己对镜擦了起来 谢谢你 我自己可以 顾承意手指拳了拳 眼中闪过一丝落寞 眼见我发丝垂落 他很自然替我挽上耳畔 我偏头道谢 他收手不及 直接撞到了我的唇上 下一秒 两人愣在原地 脸红得像煮熟的虾米 顾承意回过神来 率先打破了尴尬 姐姐 我想订一个蛋糕去看奶奶 我没记错的话 今天是他老人家的生日 十多年未见 也不知道还记不记得我 奶奶一直挂念着顾承意 每回电视里看见 都要念到好久 我点了点头 示意他去车里等我一会 说要成为飞猫警长保护奶奶的小男孩 长大了 他老人家看见你别提会我多高兴 顾承意闻言 琥珀瞳孔里溢满了笑意 欢快的氛围被不速之客打断 傅民推门走了进来 他抱着一束鲜花 目光温柔如水 声声 我来接你 去给奶奶过生日 对不起 是我误会你了 从来都只有我道歉的份 现在倒是风水轮流转了 我冷冷发笑 傅民 别装了 你不过是知道 顾承意在这里 想通过我套近乎 让顾市集团追加投资 傅民眼中闪过一丝悲痛 连忙摇头否认 声声 你误会我了 我是真的来接你去看奶奶的 奶奶在疗养院住了三年 她去看望奶奶的次数 屈指可数 奶奶嘴上没说 心里却难免失望 到后来总是问我 喃喃 你和傅民是不是吵架了 都是奶奶身体不好 给你们添麻烦了 那段时间 奶奶总闹着要出院 她嫌自己治病花钱 愿自己成了我的累赘 我医院家里两头跑 忙得焦头烂额 生怕奶奶想不开寻了路 从始至终 傅民都没问过一句 她忙着替沈齐铺路 带她挤入上流社会 我指着门口方向 催促傅民赶紧离开 这里不欢迎你 奶奶也不需要 你替她庆祝生日 傅民固执站在原地 右手举着一枚硕大的钻戒 她说 生生 我远比自己想的要爱你 我们忘了那些不愉快 重新开始好不好 在灯光的照射下 钻戒发出耀眼的光 从前傅民说了许久 等有钱了就把速圈换掉 定制此生紧一枚的钻戒 如今定制的钻戒有了 可我已经不想要了 在傅民稀奇的目光中 我拿起钻戒 仔细端向 傅民下意识松了口气 生生 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有我 我摇了摇头 将钻戒塞回她手里 傅民 回不去了 奶奶现在也不需要你的疗养费了 我们尽快离婚吧 我提着蛋糕朝外走去 静止上了顾晨艺的车 傅民捧着花急忙追了出来 她扬声喊道 生生 我不会同意离婚的 我会等你 等你记起我的好 等你回心转意 她的眼神 在我和顾晨艺身上游移 语气近乎恳求 生生 不要让你的心里 住进其他人好不好 从前我满心满眼只有她时 她毫不在乎 三番五次将我的真心践踏 如今又回头假装 深情款款 到底是占有欲在作祟 还是从未认清过自己的内心 无论是什么 我都不在乎了 沈其刚发的朋友圈 在脑中浮现 我吃笑一声 不离婚 你的小丫头沈其怎么办 傅民停住脚步 一再保证 我会和她断了联系 我现在就拉黑她所有的联系方式 拉黑沈其的联系方式 傅民说了不下十次 哪一回是真的断了 我把沈其运五周的产检报告 发了过去 挑眉问道 沈其刚发的朋友圈 你没看吗 难不成又是仅我可见 她肚子里怀的 可是你期盼多年的孩子 你舍得不管不顾 看着报告单的傅民 四心喜又四担忧 她盯着单子站在原地 连我离开都未曾抬头 她的回头 就像是一场笑话 顾沈毅开车途中 一直关注着我的情绪 婚姻存续期间 老公出轨 还有了私生子 她不知道该如何安慰 只是嘴笨劝我 世上男人千千万万 不行咱就天天换 我扑斥一笑 示意嘴平的她 认真开车 复明不值得爱 那就验过无痕 把心收回来 我走了七年的路 撞了无数难墙 流了许多的泪 这一次 我已经下定决心 不要她了 车窗降下 我将戒指取下扔了出去 顾沉一见状 嘴角止不住上扬 更是低声哼起了歌 天空艳阳高照 扫清了心中所有的阴霾 放下其实并没有那么难 我带着顾沉一去了疗养院 开甜品店的钱 奶奶治病的钱 都是向顾沉一借的 我执意打了欠条 分期还款 她的出现 恰好解了我的困境 我很是感激 意料之中 见到顾沉一的奶奶 很是高兴 由着我们戴生日帽 吹蜡烛 切蛋糕 全程笑得合不拢嘴 她故意支开 我去切水果 拉着顾沉一的手 叙叙交代 沉一啊 如果奶奶不在了 你能帮奶奶看顾生生样吗 我唯一放心不下的 就是我的乖南南 她十四岁父母双亡 我真不知道自己走后 南南一个人该怎么办 说到最后 已是声线哽咽 浑浊的眼里 引有泪花 顾沉一红了眼眶 回握住奶奶的手 郑重点头 奶奶放心 我小时候说过的话 一直都没忘 我极力捂住嘴 才没让自己哭出声来 病房里交谈声未停 奶奶一个劲夸赞 你和南南都是好孩子 都要好好的 短短一句话 奶奶喘着粗气 断断续续 说了好几分钟 我再也没能忍住 眼底的酸涩 冲进去抱住奶奶哽咽道 奶奶 你一定会长命百岁 我还等着你 陪我去翻堂大赛上领奖呢 奶奶像小时候那般 摸着我的头 笑道 乔乔都这么大人了 还哭鼻子 当心沉一笑话 我埋在奶奶怀里撒娇 奶奶 好好好 我的喃喃最优秀 奶奶到时候 一定陪你去领奖 顾沉一朗声道 生生 我和奶奶陪你一起去 她说这话时 一眼不错看着我 琥珀色的瞳孔似漩窝 唯有我一人倒影 我心跳如骨 书弟偏过头去 他的心意 我不是不懂 可现在的我 根本配不上他 消失大半个月的 傅明终于同意离婚了 他约我在咖啡厅见面 神色憔悴 胡子拉叉 他红着眼眶 声现哽咽 声声 对不起 是我违背了誓言 离婚协议 他宠你了一份 房子归我 另外分了我 近七成财产 一个未出世的孩子 就让傅明改变了态度 还真是令人发笑 我扯了扯嘴角 握笔正准备签字 傅明出声叫住了我 他神情极其认真 声声 如果你愿意 我可以把孩子抱在你膝下养大 任你当妈 我毫不犹疑落笔签名 起身离开 不用了 我对替别人养孩子没兴趣 傅明眼底的西记 如同在骤然间被打碎 他的语气小心谨慎 那我们还能成为朋友吗 我头也没回 走出咖啡厅 两个字轻飘飘传了出来 不能 如果时光能够倒流 我一定不会接过五角钱 剩饭宁愿喂狗 也不给他吃一口 离婚的欣喜 无人分享 我整天围着傅明转 连个知心朋友都没有 还真是活得很失败 思来想去 相熟的人 只有顾晨毅一个 电话刚拨过去 他就接了 没有漫长的等待 一时间 我还有些不适应 熟悉的声音传出 我居然有些紧张无措 我定了定神 顾晨毅来陪姐姐喝杯酒 庆祝离婚成功 电话挂断 顾晨毅不到十分钟 就赶了过来 他戴着口罩和鸭舌帽 刚踏进酒吧 就满场张望 搜寻着我的身影 糟了 我忘了他是公众人物 不方便抛头露面 好在 顾晨毅早有准备 他带我静止去了 顶楼的私人会所 整个南城都在脚下 高楼伶俐 灯影错落 傅明做梦都想站在这里 可有些东西 是终其一生都奋斗不来的 顶楼的风吹走了醉意 我止住了开酒的顾晨毅 直到 开一瓶香槟就够了 我只想微醺一下 醉酒会雾是 我不喜欢不清醒的状态 刚喝了半杯 疗养院突然打来了电话 奶奶吐血不止 已经送往医院抢救 手中酒杯应声落地 我着急忙慌冲了出去 怎么会突然吐血 明明奶奶昨天视频还好好的呀 我慌张赶到医院时 奶奶只剩下最后一口气 她紧紧握住我的手 流着泪不停道歉 生生是奶奶不好 奶奶害了你一辈子 她费力看向顾晨毅 声音从喉间一出 像拉风香般嘶哑 晨毅呀 一定要替奶奶好好照顾我的生生 话音刚落 奶奶就咽了气 她望向我的眼里 带着眷恋和不舍 最多的竟是愧疚 我的心直直下坠 抓住护工不停追问 到底是怎么回事 奶奶为什么会突然病危 护工不停摆手 将自己摘了个干干净净 老太太昨天不吃不喝呆做了很久 今早起来就开始突袭 可她不准我给你打电话 直觉告诉我 昨天一定发生了什么事 可是护工眼神躲闪 一问三不知 失去亲人的痛苦 将我紧紧裹挟 我跪在奶奶的遗体前哭到气解 奶奶 你还没陪我去领奖呢 躺在床上的人早没了声息 不会再摸着我的头回应我了 28岁这年 我失去了唯一的亲人 世界之大 从此只有我一个人了 哭过之后 我去疗养院查监控 起初工作人员用设备维修堂塞我 直到顾承意私下找人 才拿到了备份数据 监控录像里 沈其在奶奶房间待了小半天 小嘴巴巴说个不停 她每说一句 奶奶脸就沉一分 到最后 奶奶胸腔剧烈起伏 指着门口大怒不止 该死的 沈其到底对奶奶说了什么 愤怒燃尽了我的理智 我一刻不停冲到了沈其的住处 是中心三室两厅的大房子 还是傅明买给他的 他穿着私质吊带睡裙开了门 在看清是我后 笑容瞬间僵住了 怎么是你 室内香薰寥寥 桌上摆着烛光晚餐 用脚指头想 都知道他等的是谁 我将他逼到墙角 立声喝道 你究竟和奶奶说了什么 起初沈其嘴硬不承认 直到我发狠拿刀 抵在他的脖子上 奶奶死了 我也不想活了 你不说的话 就和我一起去死 锋利的水果刀 划破了皮肤 疼痛让沈其瞬间吓白了脸 他声线微颤 林生 你把刀扔了 我就告诉你 我没有想过商人 拿刀也只是唬人罢了 我刚把刀放下 沈其急忙跳到一旁 他心有余悸 却还是止不住笑了起来 你奶奶不仅知道 我有了傅明的孩子 还知道 他害你失去了做母亲的资格 四年前奶奶落水 我怀着身孕 想也没想跳了进去 奶奶活了下来 而我不仅没了孩子 还被医生断言 再难有孕 我怀不上孩子 成了傅明的心病 如果不是他告诉了沈其 哪会有奶奶的愧疚离世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我当初就不该对傅明施以援手 我气得火冒三丈 恨不得将沈其的笑脸 滑得稀巴烂 奶奶和你无冤无仇 你为什么要去刺激她 傅明已经和我离婚了 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沈其像是听到了不得的笑话 他歇斯底里 似笑像哭 傅明睡着都在喊你的名字 哪怕我怀了身孕 他也一直不肯松口 和我领证 为什么你既有傅明的挂念 又有顾沉意的关心 为什么世间最好的东西 你都能拥有 沈其面容扭曲 壮似癫狂 我没想气死那个老太婆 要怪就怪她身体太差 经不住是 林生 看到你伤心难过 我真的好高兴 疯子 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 我胸中的愤怒在难遏制 铁青着脸朝他逼近 沈其连连后退 不停叫嚷着 你敢动手 我就告你殴打孕妇 我未有半分迟疑 仰手扇了过去 傅明突然冲过来 抓住了我的手腕 下意识将沈其护在身后 生生 你冷静点 人死不能复生 沈其怀了孩子 奶奶在天上 也不想看见 因为他做傻事 躲在后面的沈其 下巴微扬 满是得意 事到如今 傅明居然还护着他 当初要不是奶奶将傅明 从车上推了下来 出车祸瘫痪在床的人 就是他自己 我真想剖开他的心脏 看看是不是黑色的 身后 响起焦急的脚步声 着急赶来的顾尘义 面色肃然 将手中资料袋 用力砸向了傅明 看看吧 你放在心间的人 是如何将你玩弄于手掌之间的 沈其肚子里的孩子 不是傅明的 至于生父是谁 只有他自己清楚 他借着有孕 逼迫傅明尽快离婚 一心做着贵妇梦 可惜其差一步 傅明常年沉迷酒色 患上了无精症 沈其跌坐在地 面白如指 傅明眼神冰冷 羊手猛抽了沈其一巴掌 贱人 他娇嫩的脸瞬间红肿起来 眼泪滚滚而落 往常奏效的眼泪却没了用 傅明对他再无怜爱 只有厌恶 顾尘义转身关上门 朝我挑了挑眉 声声 你只管动手 出示我担着 我用了十足的力气 咬牙给了狗男女 一人一巴掌 逼死奶奶的事 我不会就这么算了 沈其你给我等着 傅明唇半孽如 一脸歉意 声声 对不起 他呆道歉的人不是我 是奶奶 可惜他老人家 再也听不见了 是我的一人在人 逼死了奶奶 是我的错 我带着哭腔吼道 傅明 我和奶奶永远都不会原谅你 处理完奶奶的后事后 我向施华品牌总部寄送了举报信 沈其作为店长 利用职权调包货物 售卖高仿 从中获利 傅明送我的礼物 大多从沈其手中购得 有出库单和购买凭证 离婚后 我嫌礼物 爱也拿去评估计买 恰好发现了此事 总部接到举报后 立马派了专人秘密调查 毫不知情的沈其 打掉了孩子 日日守在傅明公司楼下 求他原谅 我去取回奶奶送的招财猫时 正好撞见沈其被警察带走 他白着一张脸 连连喊冤 是傅明让我这么做的 受假的钱 我一分没花 都被他拿走了 沈其的胡乱攀咬 让傅明卷入了调查 更是直接影响了公司上市 他气得肺都快炸了 连声骂道 沈其你这只疯狗 歹人就咬 我当初真是瞎了眼 我冷眼旁观 看着昔日爱人 上演反目成仇的戏码 最终 沈其因受假金额高达百万 被判处七年有期徒刑 而傅明将自己摘得干干净净 全身而退 失望之余 却又在意料之中 傅明本就自私自利 他爱的从来都只有他自己 心头白月光也不过如此 最终都是他向上的垫脚石 我卖了房子 谈了甜品店 飞去港城 学习系统的翻堂记忆 离开那天 顾承意推了通告来机场送我 临上飞机前 我冲过去 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 谢谢你 顾承意 如果不是他从中引荐 唐王也不会同意 说我为关门弟子 奶奶还在天上看着我 等我赢奖排回来 顾承意愣神片刻后 垂在身侧的手环了上来 他埋在我的脖梗 用力将我按进身体里 姐姐 你等我 我会来找你的 如此暧昧的姿势 让我心跳得厉害 可我却又有些贪恋此刻的温暖 一旁的经纪人倾渴两声 我慌张推开了顾承意 他摸了摸鼻子 红韵渐渐爬上耳朵 姐姐 顾家已经撤走投资 转投了富明的竞争对手 他现在忙得焦头烂额 公司是否能挺过难关 就看今年了 我再次真诚道谢 如果没有顾家出手 以我的能力 短时间内很难让富明摔个大跟头 顾承意止住了我 他说 姐姐 你对我这么客气 我会伤心的 少年人眼里 似有星光异议 让人沉沦 我耳垂发烫 故作镇定挥手告别 此后美美闭眼 满脑子都是顾承意尾 屈巴巴的模样 堂王倾囊向寿 我不负众望 在秋季世界翻堂大赛上 夺得冠军 台下的顾承 亦比我还激动 半年前 他召开发布会 宣布退出娱乐圈 接手家族事业 如今商界上 人人见到他 都毕恭毕敬 喊一声小顾总 我们都在各自的领域 发光发热 彼此成长 又是一年除夕夜 顾承意做了满满一大桌菜 他住在隔壁 日日串门 不到半夜不离开 酒足饭饱 容易出事 也不知道是谁先主动的 等反应过来时 已经是见在弦上 不得不发了 我们食指紧扣 如江上饭粥 他咬着我的耳垂 深情告白 姐姐 我喜欢你 屋外星光璀璨 铃声有人爱 也值得被爱 为了宣传翻堂文化 我受邀参加了一档访谈节目 没想到 傅明作为神秘嘉宾 也来了现场 他憔悴不堪 眼底满是鲜红血丝 虽然仔细识多了一番 但起皱的衬衣角 还是暴露了窘迫 反观我 神采奕奕 宛如春夏的水蜜桃 傅明带来了我 送他的所有礼物 每一件都是从前的 我精心准备的 可他自从沈祺出现后 送我的礼物越来越敷衍 到最后 都是沈祺挑剩下的 这些往事我本忘了 他非要重提让我添堵 面对镜头 傅明声泪俱下 诉说着对我的想念 是他辜负了我的爱 就连主持人也被感染 一再问我是否有复婚的打算 观众席上起哄声不断 傅明单膝跪地 摊开的手上 躺着我丢掉的宿圈戒指 声声 戒指我找回来了 七年前你收留了 穷困潦倒的我 现在愿意再收留我一次吗 我真的不能没有你 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 如果他没有破产一无所有 根本就不可能来我这摇尾起怜 一年未见 他还是一如既往 令人恶心反胃 我摇了摇头 递上一封结婚请柬 傅明瞪大了双眼 一脸震惊 不可能 故事集团掌舵人 怎么会看上你 呵 在他潜意识里 我就是一个离了婚 没人要的女人 难怪他会自信满满 在无数观众面前求我复婚 谁给他的自信 痴笑声从后方传出 宽肩窄腰的顾沉意上台 将我搂入怀中 他扫了傅明一眼 我看不上生生 难不成看上你 在傅明惊诧的目光中 顾沉意低头吻上我的唇 耳畔掌声轰鸣 那个说要保护我的小男孩 最终成了人生救赎的光